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观传局与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 举办诗情花艺中华插花艺术特展 在台北探索馆展出 超过60件插花艺术作品 将当季花卫与传统诗词结合 展现花艺的纯美风采 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 摆放着大型插花作品 提供市民朋友达卡拍照欣赏 看不过瘾还可以到台北探索馆二楼 欣赏台北市观传局 与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举办的 诗情花艺中华插花艺术特展 体验花艺美丽 我们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 在2018 2019就在这边展览过 那当初啊 这个市民的反应其实相当不错 所以最近我们陆陆续续啊 又接到了一些反应 那所以去年就开始跟 当然去年就有接到反应 所以就在跟基金会来联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又有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希望让市民啊可以来近距离来体验一下花艺之美 那台北市啊 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区域啊 它都有非常这个美丽的这个花 都在争艳在战犯啊 那包括最近的 呃市民官邸的预期箱 然后再来的杜鹃花等等 所以到处的这个花啊可以说非常的多 那这也是台北市民在景奏生活中 它最美的一个风景 但是在这里啊 也要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啊 除了户外美丽的花之外啊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探索馆的各展厅 来参观我们这个市内的花艺展览 我们的花展呢 总共会分两个地次啊 总共有六十件零件以上的作品 它会用插花的艺术 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来体验不同的艺术之美 所以欢迎大家 在看市外的花 户外的花之外 也能够到市内来参观我们的这个特展 特展将花艺结合诗词 意境深远 侧展人王爱珠老师表示 随着世纪流传 有不一样的插花花艺展示 结合六大花器与四大类型的作品 走完展览一圈 仿佛看完一整年花卉风采 主轴呢 因为总共展览有两个T次 然后第一个T次是民间插花 那民间插花我们就顾名思义嘛 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喜欢的一些花卉 那它的色彩缤纷亮丽 随着四季的流转春夏秋冬你知道像我们现在有春节元宵节然后接下去我们春天有清明节然后呢夏天我们到了夏天有什么端午节是不是然后也庆祝八八节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美丽的节日叫七夕情人节好然后再来我们想冬秋天秋天最重要的就是中秋节对不对然后九九重阳那我们从节气来讲秋天有立秋有所谓的秋分那我们到冬天有立秋 冬至吃汤圆等等的习俗有七夕情人节的作品有九九重阳节的作品那我们可以从春天走到夏秋冬然后走完一圈就好像把我们这个一年最美好的世纪最美好的节日全部一次看完应该会带回满心的唤醒 春天是一个很棒的季节百花生开那二月三月天就是我们花招花刀的日子那很高兴我们观传局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跟艾朱老师以及中华花艺委員会这样子的很棒的一个结合把花艺来带给大家那呃圆中到吧 就刚到我曾经说过花是天地的会下之气那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也跟台北市政府这边有很棒的花艺的结合花的结合那这是真正很棒的机会 观传局也策划多场花艺工作坊由专业花艺老师亲手带领大家体验插花乐趣还有专题演讲济世般讲座邀请民众一起探索中华花艺的文化世界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台北市文山区公所结合元宵节传统民俗节庆和木榨中盛庙合作举办一场合家团圆庆元宵 即人口政策的宣导活动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报名参加 那各种都不一样那搓好了以后我们搓好以后就是会交换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方式 文山区张角离离帐高龄玉交向大家解说加入红肉火龙果的糯米汤圆制作方式 以及搓汤圆的步骤民众边尝试手工汤圆小朋友更是开心搓揉糯米团 文山区公所结合元宵节传统民俗节庆日前和木榨中盛庙共同举办合家团圆庆元宵 即人口政策宣导活动邀请民众在中盛庙搓塘园 目标的歌全国都知道。 目标的歌 is 尝试手工汤圆 小白鲜了吗 小白鲜的歌 你这不是这一种歌运动可听到 法语干的原因 方能更好 当然未华运动可听到 这些艺名的歌运动可听到 写字是可能有证试天不明的 蘑菇茶 還有蘑菇 還有芋芽 煮到我們一種 那我這邊換的是白色的 以後這裡就是你們的婚姻 那在這裡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清享四成 謝謝 將搓好的湯圓煮成甜湯 配上屏東紅豆 大家一起享用應景美食 體驗中國元宵節習俗 增進親子之間的情感交流 溫善區公所也藉著有獎征達 推廣台北市府最新 祝您好運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友善托育等各項福利 新銷市府鼓勵婚育人口政策 公民會館做這個桌章園的活動 那下個禮拜就是不元宵節 那四月下就是希望大家 這個圓圓滿滿 和家平安 那這邊也拜個晚年 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小朋友想法聖 主辦單位也準備彈珠胎 平衡胎等靜態玩具 及兒童舞獅小舞獅道具 讓小朋友玩樂 讓現場民眾換度佳節 且增進親子家庭情感 與收穫快樂回憶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宏道老倫福利基金會 也乃Codd Work 劍走活動 今年以機不可失 竹夢踏實為主題 劍走大使補學量與兩位長者 一起開啟11年 劍走活動的序幕 鼓勵長者和民眾 透過維持肌耐力 實現精彩人生 跟著健康管理教練的口號 一起做暖身操 活動筋骨 增加肌耐力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也乃Codd Work劍走活動 今年以機不可失 竹夢踏實為主題 邀請劍走大使 普學量與黃素好阿嬤 林林珠阿姨 一起為活動揭開序幕 現年90歲 個性開朗的黃素好阿嬤 還帶來一段魔術表演 雖然坐著輪椅 但她希望透過運動 恢復過去健康的樣子 72歲的林林珠阿姨 則是持續練於加快20年 她認為運動保持肌耐力 是她退休後 能持續擁有高行動力的原因 運動讓我心情好 心情好就會對大家的 態度都會好一點 那還有讓我體力好 體力好我可以去做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像是繼續運動啊 爬山啊 當志工啊 我從102年開始當志工 那目前固定的志工是生態志工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生態志工 還有榮心花園的生態志工 快樂啊 心體健康就是快樂啊 只要是心體最要緊啊 有健康的心體才有幸福啊 人本媽媽也會有時候就念說 去太多次啦 我體力也不行啊什麼 我就是不斷的鼓勵她 我就是告訴她說 你要盡量出去 只要活動就去 對就是盡可能鼓勵她 然後她如果有一些捏捏捏 我就讓她聽聽她講一講 然後再 還是你還是去吧 就是也很感謝所有宏道這樣的一個單位 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然後讓老人家可以走出來 因為宏道它也會定期等於有點像是一個驗收成果 會給老師人家做一些測試 對那麼它最近期的一個測試看起來它還進步耶 對它簡單一點還比以前好 對然後在宏道它的活動形態改變之後 又更加多元化 不是只有做運動 所以有時候會種花草啊 畫畫啊 做什麼手工藝品啊 什麼小花籃啊 就蠻有趣的 然後她 還有她喜歡唱歌 完成各種超級任務的 劍走大使 普學亮 2024最新任務 就是將率領2300位野奶 在大家河濱公園完成五公里劍走 今年58歲即將邁入60歲的她 工作空檔也會到操場劍走 運動保持肌耐力 大家可能如果有在電視上看到阿娘 就知道我最近在騎車對不對 但是騎車是我這個比較常做的運動 但是事實上我還有另外一個常做的運動 就是每天晚上吃飽飯以後 有時間就會到家裡附近的操場裡面去走一下 因為我算是健走吧 對這樣算 可是要快快走 如果是慢慢走就要散步 我是盡量走快一點 那個操場一圈有400 大概400公尺吧 大概走個12圈到15圈 喔那蠻多的喔 其實還可以坐到6公里左右 就是看著我爸爸媽媽都很喜歡運動 很喜歡爬山 所以說知道他們因為他們自己常常 鍛鍊自己的肌 你有活就要動 是 那他們都可以一直都是把自己照顧的蠻好的 所以我真的蠻幸運 也體驗到說真的要呼籲一些準備 像我們這種準備要開始 以後可能65歲可以拿到那個做公車 可以那個悠遊卡的時候 沒半年要去刷牌子 快要有這個資格了 就要從這個時候開始鍛鍊自己的肌力才行 因為這一次我是擔任2024年 我們這個爺奶的Color Work 這個主題是 基布可思竹夢踏石 那台北廠5月25號的時候呢 會在大家河濱公園 炒上8點 我們預計3個小時走到11點應該可以做到 在終點站的時候好像還有一個圓遊會 對 大家可以有圓遊券 然後在那裡消費 然後感受一下 就是有吃有喝有玩又有拿 而且報名的時候就即日起就可以報名 報名值到3月22號截止 報名率只要300塊 但是有一些特別的人物是不用的 80歲以上的長者 不用錢 65歲的一些中低收入部的長者 也可以免費 還有我們這個宏道特別邀請的 一些中小機構的一些長者 都是可以不用報名費的 是 對 我們目標是希望能夠募集到 2300位的這個長者 這個是一定辦得到的 OK 搞不好還會超過對不對 但是我們2300位呢 報名就是有報名的獎品 有報名獎 然後完成了這個5公里的劍走之後呢 到這個終點站也會有一個完成的這個獎項 另外圓遊會當中也會進行這個摸彩獎 所以是有很多的獎勵 有很多的這個活動 紅道辦理也乃ColorWork 今年已邁入第11年 台北廠累積兩萬六千多民眾與長者參與 活動透過劍走導入預防照顧概念 讓長者能透過運動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主 今年已經邁入第11年了 那這11年來我們總共服務了兩萬六千多位長者這樣 那其實因為長者的激勵對於長輩來說非常的關鍵跟重要 對如果他沒有好的激勵他其實要能夠走出來社交 其實是或者是做他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紅道智力在長者的激勵這一塊非常多年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進走活動可以有更多人可以關注這個議題 我們紅道在各地有辦理老人活動據點 那老人活動據點其實長者也最喜歡的就是激勵相關的課程 那激勵我們期待會有前測跟後測才能測出來他在參與這樣的課程之後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大概每一場的激勵課程我們大概會為期十週 那大概十週左右我們就會有一個 在十週之前會有一個前測然後十週之後會有一個後測 然後讓長者或者是治療師能夠再更清楚長者在哪一個激勵部分可以再加強 紅道野奶ColorWork劍走活動台北廠將於5月25號在台北市大家河濱公園舉辦 即日起至3月22號開放報名邀請有興趣的民眾相約一起來參加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為了鼓勵民眾節約用電台電台北市區營業處耗資700萬將原有的節能展示館加以改造 運用科技創造多元的視覺與聲光效果3月1號起對位開放 用體驗的方式去感受到發電 調度 輸電 配電在每一個階段它自動化的具體的做法 通過光雕投影 台電最新的智慧電網運作模式清楚呈現 這也是台電台北市區一夜處的智慧電堂 台電方面耗資700萬將原有的節能展示館加以改造 運用科技創造多元的視覺與聲光效果 更加入投影AR濾鏡 光雕觸控牆等互動設施來介紹電力發展與節電嘗試 甚至還有電流積極棒闖關遊戲 既好玩更有教育意義 台灣的能源在轉型 台灣的電力也在轉型 我覺得說我們過去展示了一些節能用電的方法 要跟著時代的推移要有新的展示方式 所以我們花了一年時間重新規劃設計 把最新的智能電網的概念 還有再生能源的發電 還有新的節約能源的做法 用科技的方式 包括AR實境體驗的方式 讓我們台北市民的小朋友 從小 從幼稚園 小學 大學 提供一個場域 來做一個完整的智慧學堂參觀的場所 這樣好的場域 然後帶領我們社區 學校 還有所有有興趣來參觀的人 從節能的意識 觀念 然後轉化為行動 讓這樣的影響力 然後對於我們的電力建設 跟環境建設 都能夠有幫助 海流能發電 在海流經過的地方 設置渦輪機 類似風力發電 只是能量介質改為海流 透過精彩的影片介紹各項再生能源 被稱讚是全台電最會行銷的營業處處長 張建川大膽讓原本僅有文字與圖片介紹的節能展示館 搖身一片成為科技感十足的智能體驗教室 右手邊可以看到是一種傳統的發現 火力 核能 以及水力的一些 我們台灣最新的一個發展的境況 還有未來的展望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全世界 祝大家一起在推廣的再生能源 從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地熱發電 海洋能發電 波濫發電 最新的一個趨勢呢 我們用新的科技的方式 用實況的方式 影片都不斷的更新 更新 然後把最新的方式來介紹給各位 樂園班好玩的互動設施也獲得地方大力讚許 只說對推廣節約人員觀念有其大的幫助 台北市營業處第一個創造這個節能的活動場所 也是很厲害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專家比我還了解 那我希望能把這個資訊全部散播出去 因為我覺得節能真的很重要 希望說能從這個點當面 讓我們的國家未來的主人 怎麼知道節能減碳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整個智慧殿堂規劃五大區域 包括介紹電力發展 電力線況 與電力系統的當代電力 傳統與再生人員介紹的人員解密 城市網絡的智慧電網 用精細模型呈現的配電及微電網 以及用電安全與節電家園 加上有AR濾鏡互動區的主視覺牆 設施豐富多樣的智慧殿堂 從3月1號起開放育月參觀 想要了解未來電力智慧生活的民眾 可千萬不要錯過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西北市深坑工廠大火 濃煙惡臭飄散至臨近台北市引發民怨 台北市長蔣萬安坦言 通報機制可以做得更好 在主持施林官邸 預金相展前的聯訪中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針對深坑大火惡臭引發民怨 他已經指示副秘書長2月22號一早 即召開通報機制的協調檢討會議 針對異常以上災害未滿的情形 未來將要求一律通報 而且是做到負視通報 就像前天晚上1999已經發現異常 有回報給主的居處 但是在災防群組卻沒有一則訊息 所以異常以上災未滿情形 一律要求不管是不是處責 一律通報做到負視通報 那處責機關第一時間即刻去處理 回報橫向聯繫 提供給市民朋友應有資訊 講完強調寧可管多不可管少 他要求所有人在工作崗位上要更激迫一點 至於這起事件哪些機關該負責 講完表示每一個相關單位都要檢討 他已經要求一週內提出檢討報告 稱處層級不設限 也要持續強化與其他縣市間的溝通 其聯繫 每個機關相關機關都要檢討 我想在這一次不是任何一個機關 是各個機關 不管是環保局 民政體系 消防局 等等 教育局 學校方 有通報等等 我們會全面通盤檢討 一週內會有一個詳盡的檢討報告 我們其實也會將這一次檢討的機制 透過基倍北陶平台 來跟各縣市來分享 同樣的我們也都會持續強化 跟各縣市之間的活動跟聯繫 下午講完也特別到文山區公所 視察深坑火災後 空屋應變處理最新進度 除了衛免同仁辛勞外 也要求各局處及12個區公所 以這起事件作為警惕 建立當者的態度 確實做到提高警覺 相互提醒 追蹤處理三大原則 絕不容許再有至少門前雪的心態 記者張啟燈 台北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 機上核的業者都會遭到最重可除 兩年以下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再等你來看 邁入第七年的士林關底玉京香展 2月22號起浪漫展開 14萬株各色的玉京香組成的花海熱情綻放 在台北市長角灣與遠道而來的日本立坡市市長夏有修等人共同揭幕下 2024年士林關底玉京香展浪漫展開 由14萬株近30個品種的玉京香所組成的花海 吸引了包括台北市議員秘書在內的武術人潮前來拍照賞美景 還有民眾特別帶著寶貝毛小孩入鏡 直說好看又好拍 你覺得今年玉京香開的感覺 超級漂亮的 而且很近很好拍 歡迎大家都來拍 玉京香感覺特別漂亮 因為天氣很好 玉京香都盛開 所以在開幕的當天 就看到開的非常美麗的各種顏色玉京香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花展是值得大家來觀賞的 台北市長賈安也在各個展區拍照打卡 沿途受到民眾熱情歡迎 賈安表示 在北市府同仁克服台灣氣候環境限制與種植技術 加上日本、荷蘭等玉京香原產國支持下 整個市林關底花團景畜美不深收 充滿異國浪漫氛圍 邀請大家一起來體驗開春的花之饗宴 這次我們也邀請在地 我們特別邀請花蓮風冰箱 撒不可照老師是非常知名的地理藝術老師 規劃了一個特別園區 另一方面我們也謝謝麗波市 這一次規劃有一個展示 叫做風神的祈願 也就是希望日本風神 再給台灣一切順利的祝福 玉京香展六大展區 除了大門口呼應元宵節製作的大型玉京香花燈 以及與日本麗波市合作的風神的祈願 展區 還有由花蓮風冰箱地景藝術家 薩不可照所創作 以水流為主題的主題園區外 配合龍年到來 主辦單位還規劃一座 由立體花牆組成的微型迷宮 羽龍香玉 希望讓好運隆中來 往大門走進來 到露天音樂座前面這個風神的祈願 這個玉京香是來自日本的玉京香 是比較少見的 那此外也推薦大家到羽龍香玉這個展區 因為其實一入門大家就可以看到立體的玉京香花牆 此外還有大片的玉京香花海 當然也配合龍年 所以您可以在這個展區找到一隻可愛的恐龍 歡迎大家來尋找 在西市庭園世界好運 則集結了各國慶典文化特色 讓展區充滿濃濃的祈福氛圍 這個展區叫世界好運 我們其實集結了五個國家的好運 除了剛剛提到的台灣的祈福的天燈跟燈籠以外 事實上還有集結了北歐的金禮巴 還有這個西班牙的十二顆葡萄 還有這個荷蘭的風車 還有這個就是海神 海神節的這個象徵 事實上就是帶給大家一些好運的象徵 那祝福大家來賞玉京香 好運都跟著你啦 市林國小 耶 腳彎開心的與市林國小學童合照 這一條光之廊道上方 掛滿了由市林國小學童繪製的燈籠 配合元宵節 2月24號 2月25號兩天 市林官邸首度延長開放到夜間10點 燈籠加上天燈花燈 將閃耀整個市林官邸公園夜空 那今年我們也特別 把展期延長到3月3號 另外我們好像24、25號晚上 也會延長開放到10點鐘 我們透過燈光的投射 大家來市林官邸跟玉京場 又別有一番風味 今年配合燈節 在對面的西市庭園 也有一些天燈跟燈籠 那特別在24號跟25號晚上 有開放到晚上10點 這可是首次獨家線 就是特別開放的時間 歡迎大家在元宵佳節 來一起拆燈籬賞花跟賞燈 2024年玉京香展 從即日起一直到3月3號為止 由於今年氣候甚佳 園區玉京香花開得比玉琦要好 歡迎國人把握機會 一起來市林官邸感受 夢幻花海所帶來的浪漫美景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大頭區公所舉辦親子同樂 歡慶元宵 文創立首作紙燈籠人口政策的宣導活動 邀請折紙藝術家蔡麗娟老師 帶領親子體驗不一樣的元宵節 留下美好的回憶 小朋友專注的將手中的紅色紙張 上頭還印有金色圖案 以及聰明伶俐身體棒棒 大吉大利等祝福語和吉祥話 一張張折出造型 再組合成立體燈籠 爸爸媽媽也幫忙一起組裝 像是糖果造型又充滿喜氣的燈籠 就完成了 元宵節即將到來 大頭區公所邀請折紙藝術家蔡麗娟 擔任講師交親子製作折紙燈籠 透過折紙啟發創意 並藉由親子合作拉近彼此距離 我們今天的課程主要是 希望透過親子合作的方式 一起來合作燈籠 今天參加的民眾 都是透過親子兩兩一組的方式 希望透過親子合作的方式 在我們的雲宵節前 一起同遊一起同歡 摺紙燈籠的這些活動 那也希望在雲宵節前 透過這個活動 親子間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將VC的距離能夠拉近 那之後再保持著這次的成果 也就是我們的手作燈籠 能夠在我們的台北燈節 或者是雲宵節當天 打提出去 打自己同愛一起同遊 大同區區長方月奇表示 則指不僅能提升專注力 觀察力和創造力 培育自信心和成就感 是最經濟的娛樂活動之一 也希望藉由親子同樂歡慶元宵 玩創意手作紙燈籠 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展現市府及區公所 對於親子及家庭的關注和承諾 營造充滿活力的誠實環境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萬華區老松國校與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結合附近在地的東山水街市場攤商 舉辦跟著節慶逛市場的特展 歡迎民眾來參觀 中秋節吃月餅 短午節吃粽子 不過您知道七夕和中原節 拜拜要拜什麼食物嗎 民以食為天 每個傳統節日都有相應的 和節美食和文化習俗 跟著節慶逛市場特展 特別將東山水街市場 具有特色的傳統商品帶進特展室 讓端午節的粽子 中秋節的月餅 冬至的湯圓 過年的年糕及年貨 輪番登場 從傳統節慶去認識 這些逐漸被新時代遺忘的台灣味 我們這一次跟著節慶逛市場 這次展覽特別是針對我們旁邊的 東山水街市場一起合作 我們常常逛傳統市場的經驗 其實是對於我們這些小朋友而言 甚至大學生 他們都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透過這次的展覽 讓他們認識市場裡面 到底可以有哪一些東西 跟我們日常生活很貼近 特別是我們透過節慶這樣的一個概念 尤其現在還是新春期間 他們到市場裡面可以去逛 包括什麼插花粿 或者是一些佛跳牆 或者是有一些年節的食品 這些食品都可以在市場裡面找得到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不只學習到了這個蔬菜的知識 營養的知識 甚至包括這些從餐桌 從產地到餐桌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何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市場 透過這樣的一個節慶然後認識 特別是我們在地的公山水街市場 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親子市場 我們展覽大概分為五個面向 包括有這個節慶的介紹 包括節慶要吃什麼 包括山水街的市場 跟一般傳統市場 跟一般批發市場有沒有不一樣 還有市場的一天 還有一些我們現場手作的 一些體驗的活動 都歡迎各位好朋友一起來參觀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春節 你看馬上我們就要過元宵 然後有這個什麼 重陽 中秋 端午 這些節慶 真的我們都可以學習到 他們在我們文化之中 那種脈絡 那種典故 學到之後 跟著就去逛市場 我記得我小時候真的 好喜歡跟著爸媽去逛市場 為什麼 因為市場裡面就有好吃的 有好玩的 我們萬華這邊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邊在地的美食也非常的多 那在這個李市場大力的推動之下 我們這個商圈真的是 多采多姿啊 好玩好吃的特別多 那今天結合這樣的一個主題 我想可以讓更多人來認識 我們這個萬華當地 我們在地的這些美食跟文化 我想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現場還展出多件東山水街市場 店家提供的展品 包括猛甲大風魚丸 炸物用的綠勺 零金紫紮貨鋪提供的砝碼襯等 並介紹台灣一般常見的節慶 和這些節慶有關的傳統活動 比吃食物 以及有趣的冷知識與小故事 端午有一個另外 端午節有另外有一個名稱叫做五月節 對不對 這個是五月節 因為五月節 這個就是古早人你說的五月節 但是現在叫做端午節 所以這個就是七蝦 因為我媽媽以前非常重視七夕 因為七夕的時候就是一定要拜 因為我們以前辛苦 要吃好不可憐 過得過得也不可憐 那還有一個是中元 中元節 中元 中元在我們鄉下 一定要拜一個東西 肌腸 肌腸 就是肌腸那個時候就是中元節才有的 平常一般不會太重 減重 減重 為什麼 因為減重跟肉掌 那時候就是波動 苦度 那家家戶就會苦 那減重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在中元節的時候 展覽從即日起 自3月17日止 在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展出 透過豐富圖文展示 完整表達傳統節慶與美食文化的連結 與其背後的寓意及故事 讓民眾認識在地飲食文化的同時 加深對本土文化的關懷 延續台灣古早味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市長謝國良親自爭取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合作的 城市設計課程在基隆正式開課了 學子完訓後將獲得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頒發的證書 近代就是人工技能的一個基礎模型 市長謝國良去年9月親自到美國爭取引進 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合作的城市設計課程 在市政府正式開課 獲選來上課的各校高中學子聚精會神的聽課 市長謝國良也當起學生一起跟著上課 並以自己的求學經驗勉力學子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努力學習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上這個課程對未來大家不管是升學大學 或是進入職場都能夠有真正有實際的幫助 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希望大家很珍惜這段課程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我那個時候先大學畢業後 然後在金融業裡面的電子商務做了四年 然後申請到麻省理工的商學院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就跟大家現在的情況非常相似 那我非常珍惜那個時候上課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也希望你們能夠珍惜這個上課的時光 因為這個時光稍重幾世 那上這個課最後加州大學博客來分校 會頒發給各位一個他們完整的 Compute Science School電腦計算學院的這個ROR 羅巴歐登的台灣的史雷史的一個畢業證書 我希望這個畢業證書能夠對大家申請頂尖大學有好的幫助 基隆市政府領先全國為基隆的高中生引進這項學習資源 市長謝國良說完訓後 學生將獲得加州大學博客來分校頒發的證書 以幫助學子們未來申請進入頂尖大學就讀 市府也將持續了解學生與家長的需求 為在地學子來打造最優質的學習環境 記者黃瑞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根據台灣協議基金會最新的統計 全台血庫存量偏低 醫療第一線的衛福部 基隆醫院 特地與台北捐血中心 玉山銀行 及台北隆民總醫院 器捐小組合作 共同發起捐血 慶元宵的活動 衛生福利部 基隆醫院副院長陳偉達 率先第一位捐血捐出了500cc的熱血 根據台灣協議基金會最新統計 全台血庫存量偏低 醫療第一線的衛生福利部 基隆醫院最能感受到這種情況 因此特地合作台北捐血中心 以及玉山銀行和台北隆民總醫院 器捐小組 共同發起捐血慶元宵的活動 來捐血的民眾還可以獲得一個榮年燈籠 我們基隆醫院已經連續三年跟台北器捐血中心 還有玉山銀行合作 推動民眾捐血 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現在冬天是缺血的時候 而且最近醫療大爆量 各大醫院急診都有很多病人 我們特別是需要熱血青年還有熱血的美女 大家來捐出自己的熱血支援醫療的後線 歡迎大家除了捐血250 500都歡迎 然後我們這次的捐血活動 還會贈送大家一個元宵的小提燈 很開心可以一起來參加這樣的捐血活動 玉山銀行一直在公益這邊就非常的鼓勵 也是在基隆這邊很好的一個鄰居跟服務 所以有這樣的機會來協辦 那也參與實際這樣的捐血活動也非常開心 也因為疫情其實我自己過去捐血停了一段時間 剛好把握這樣的機會捐起袖子來 為大家捐出我們的熱血 基隆醫院也由副院長陳偉達代表院長林三騎 頒證感謝狀感謝台北捐血中心 以及玉山銀行和台北榮民總醫院契捐小組 共同發起捐血慶元宵的活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瞬間安樂區婦女會理事長的市議員鄭凱玲 特別率婦女姐妹前往衛繞基層環保人員 及公車司機送上總計250份的元宵湯圓 向他們表達感謝 大早外頭飄的小雨 安樂區婦女會姐妹們來到環保局 二區隊中校班送上湯圓 慰勞辛苦的清潔隊員 我們中校班的所有的同仁 是非常辛苦的舉辦我們所有的大型家具 或者是過年前所有的資源工作 還有我們清掃安樂區的大街小巷的清掃動作 都是由我們中校班在這邊協助在處理的 所以說實在的我們婆婆媽媽姐姐妹妹 最愛的就是我們這一群的中校班的同仁大哥們 因為只要一通電話他們就會過來幫我們協助很多事情 尤其我們各里的里長 因為我們安樂區太大里了有25個里 所以這25個里長 只要跟都常常有事情 就要來拜託我們中校班的所有的這些大哥們 來協助我們的清掃清潔跟搬運的 是想真的垃圾因為住戶都在換 都在換一些新的家具或者是新的衣服 通通都搬出來了 看到清潔人員真的很辛苦 一大早6點多我看他們的車子 環保車就在收家具 讚 給你們一個讚 環保局二區隊中校班 不只安樂區一半以上環境的維護 安樂區婦女會特別送上湯圓 表達感謝之外 也特別前往國家新城公車處分站 慰繞辛苦的公車司機 安樂區婦女會的姐姐妹妹是 特地來感謝我們這些公車司機們 平常這樣子對我們老弱婦孺 上下車的這樣子的關懷關心 所以特地來在元宵節前夕 也來表達愛心 來製正我們元宵 給我們所有的安樂區的公車司機 婦女會這一項元宵送湯圓活動 從前會長鄭林清涼開始 市議員鄭凱琳特別送上湯圓 向辛苦的公車司機和環保局清潔隊員 表達最高敬意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大家好 元宵快樂 慈雲寺真月十五舉辦春節藝文活動 即元宵晚會 點亮高達4公尺的主燈 象征龍騰豐年 現場喜氣洋洋 點亮4公尺高的主燈 象征龍騰豐年 慈雲寺年度重途戲元宵晚會 正月十五登場 現場貴賓雲集 致上真摯的祝福 很開心 這是我第二年參加慈雲寺的元宵燈節活動 非常熱鬧 而且讓很多市民可以參與 再次謝謝慈雲寺 對基隆市的幫助和貢獻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身體健康 平安順心 那也希望我們基隆市的市運昌隆 今年是農年 希望在元宵之際 祝福大家和家平安農林行大運 吉祥如意 我小時候就是這邊長大的 也很感謝市運市 在每逢這個節慶的時候 都有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有空到這邊來 跟佛祖來拜拜 祈求大家身體健康 事實的順心 主委李林寶玉指出 今年晚會不只財登迷 還有豐富多彩的演出 包括迎風街舞團 孫翠玲舞團 孫翠玲舞團 我們這次主要帶來了兩首舞蹈 一首是民俗舞 一首是流行舞蹈 那希望能夠在榮年的元宵節 給大家一個很好的福氣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送上滿滿滿的祝福 還有超級紅人榜王明清里長 等眾多優秀表演台隊 我們在舞台上有那個 色紙高的那個龍 很漂亮 很壯觀 今天有那個 風箱那個小朋友的舞蹈表演 還有那個戲院會 戲院會跟港督會他們來參加 還有我們那個文昌里的里長 紅人榜那個德敏的里長 他們來表演唱歌 還有很多很多的貴賓 很熱鬧 豐富多元的元宵晚會 活弱地方情感 也為農曆新年畫下完美的句點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東元商場議題延燒 市長謝國良召開記者會說 我絕對沒有吸毒 他向前市長 內政部長林悟昌 提出嚴正抗議 要求林悟昌親自向他道歉 基隆市長謝國良 23號上午召開記者會 要求前市長林悟昌 要在24小時內公開道歉 現在整個社群的網路 包括側翼 綠媒 都在說這樣的事情 這種對我個人的人生攻擊 已經慢慢開始在擴大 我絕對不能忍受 這幾天 我的家人太太 憂慮到睡不著覺 因為針對我被說有吸毒 感到非常的難過 我們也很憂慮 假如別人繼續像林悟昌這樣子 不時指控 並且貼標籤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我們的孩子 所以我在這邊 要向林悟昌提出嚴正的抗議 我要強調 我絕對沒有吸毒 我現在要求林悟昌 請你公開的說清楚 我到底有沒有吸毒 若你認為我有吸毒 請你直接講清楚 不要抹黑 若你明知我沒有吸毒 你還這麼做 我要求你 請你親自的跟我道歉 林悟昌 我給你24小時的時間 我必須要為我的個人 為我的家庭 更為了整個基隆市政府 站出來澄清 基隆市長 絕對不是一個拉K吸毒犯 請民進黨側意 不要再指控 基隆市長謝國良 是一個吸毒犯 所以我再一次的強調 我給林悟昌24小時的時間 來回答這個問題 並親自向我道歉 假如他不回答 我會考慮去醫院做自清 然後採取法律行動 控訴林悟昌 針對外界質疑東岸合約內容 與勤費和變動權力金 市任府發言人余志明 透過直播進行兩點澄清 最近有許多的政論節目在抹黑 說兩千萬元的輿行費 是流入到謝國良市長的小金庫 那我們在這邊也特別跟大家在此澄清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抹黑 還有非常不正確的不實訊息 首先我們先澄清的是第一點 它不是每年兩千萬 它是一年一百萬 然後二十年才是兩千萬 而且這筆費用 它是進入到金融市政府 而絕非是私人的金融帳號 在此嚴重的闢謠 第二點就是外界所謠傳的這個輿行費 早在媒體揭露之前 我們甚至不知道有輿行費這一項科目 在這份契約合約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兩千萬元的正式名稱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明 是提升服務品質經費 我這裡剛好有一份契約給大家看一下 這筆費用過去是用於硬體設施 還有議員里長的建議設施 然而卻被抹黑說是輿行費 這就是一個斷章取義之下的結果 這內容當中出現了什麼呢 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當年林佑昌市長任內所簽訂的合約 就是東岸商場的合約 期間是105年到109年的 我們特別把它框了起來 為因應委託營運期之輿行反應科技發展政府政策 及其他提升服務品質措施 這是林佑昌市長的合約 這個是我們日內的合約 為因應契約期間至輿行反應科技發展政府政策 及其他提升服務品質措施 這文字內容長得是一模一樣 完全都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輿行費很顯然就是被有心人士 刻意的斷章取義之下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在104年內 在104年就林佑昌市長任內 就有人說是這筆這筆錢是小金庫嗎 那這筆費用是不是也會流露到 林佑昌市長的小金庫呢 記者黃稍民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再來看一名澳洲台灣女婿Adam 利用廢棄材料 設計了一間間具藝術與創意的特色酒吧 除了傳達環保理念外 他們還到育幼院關心孩子 親自做義大利麵給孩子品嘗 眼神專注 澳洲籍台灣女婿Adam 和太太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夫妻倆來到兒童之家要來送暖 那個是薯泥跟起司在上面 菠菜薯泥 然後另外一個是魚米花 這個應該是在我們的餐廳裡面 是蠻受歡迎的一個小炸魚 我們喜歡我們的食物 我們喜歡分享我們的食物 我們兩個的家人都是教我們 要分享一些我們喜歡的東西給 所以我們想說就 做一些不同的料理 來跟小孩子一起顧過一下過年 Alan 夫婦他們本來就很會做菜 然後分享他們家鄉的手藝 我想會讓小朋友 一個不同的感受 也帶給他們一些溫暖 在過年的期間 有一些特別的一些食物 美食料理來讓小朋友吃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Alan 夫婦 對我們基隆市這些小朋友的付出 回到自己經營的酒吧 走進店裡 漁船造型的吧台 檯 檳榔西施 圓木桌 還有各種奇形怪狀的擺設 我們因為做了酒吧 已經做了很多 我們喜歡開酒吧 我們喜歡創造酒吧 然後我們後來覺得 既然歸鄉了 台灣搞不好會給我們 在這個環境裡面 再創造一些不同的境界 在路上看到一個東西 別人看不到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家具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圖形 因為從那個你可以再生一個藝術過來 所以一方面是環保沒錯 可是一方面真正的藝術 本來就是東西亂湊出來的 店內每一處都是藝術展區 不但黑暗又有趣 彷彿來到一小世界 黑媽的情境其實就是 食物 飲料 藝術跟音樂 這個是其實是黑媽最重要的一題 所以不是說我們食物非常好吃 或什麼 所有東西一定要配合 連出來都一定要是一個藝術 然後客人才會感覺到那種 情境就是很享受 好像到一個你看不到的世界 所以他們在基隆街上走 然後走到這裡面 因為我突然之間 我好像不是在基隆 我好像在另外一個 你創造的一個境界的故事裡面 這個是我們黑媽喜歡的意見 我們喜歡帶你到一個地方 享受一些好的音樂 食物好一點 就是放輕鬆一點 做一下自己 照顧自己一下 開心一點 Aden原本是廣告業高層 兩個人在澳中認識 因為愛香水 和太太回到故鄉基隆 利用不同的廢棄材料 打造一間很有風格的酒吧 我已經在台灣幾乎四年 我的叫聲響不利 我的叫聲響不利 我應該會更好 但我覺得台灣 比較是自己的國家 在台湾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艺术家 一定要经过一些大师 学习所有的东西 你才会变成最后一个艺术家 可是在国外他们不是 他们从小就要小孩子乱创作 其实创作是一种艺术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只是对自己太客气 不敢放开而已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创作者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来台湾四年 深深着迷台湾文化 喜欢这里的人 也喜欢这里食物 和妻子一起打造小酌天地 融入基隆特色 也成为基隆真正的台湾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最近最夯的景点是哪里呢 根据我们记者观察 在非假日期间 基隆塔的沿线出现了许多观光客 在这里进行半日游 只要天气稳定 站在基隆塔 可以轻松观赏到 基隆山海港的状况美景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许多游客不断涌进基隆塔平台 大家对于这个新景点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纷纷拍照打卡 大博禅市那边下车走过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啊 我都这样走啊 因为这样我不用排下面的排队 我假日我都从车停那边走路走到这里来 游客两种方式 如果你坐车来的 坐车来就从新二停车场 从那边市区走到新二防空洞 然后再走到这里来 然后坐塔上来 如果是开车 其实是可以停在新二以外 可以先开到大博禅市 那边可以停车场 可以停完车之后 走路走到基隆塔 再下电梯 然后再走到市区 然后绕之后再从步道走上来 这样刚好一个 一个cycle 两个小时 差不多可以 非常舒服 而且可以走到港边 对 它整个动线就都可以走进来 去看一下东二三吗 不是就是 对对对就是东三东四 对对对没错没错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 资深副理崔清华也表示 从基隆塔开放参观之后 旅客询问度非常的高 也带动沿线的观光消费 第一季询问度最高 基隆塔 基隆塔 其实从饭店走过去大概三分钟 慢点五分钟就到了 那非常好玩的是它是做成一个像 桥市起重机的模样 那其实跟基隆的以前在 我们在那个货柜运输的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那它只要上去基隆塔 大概我那时候有计算过 一分钟内就可以到达它的顶端 在那个平台上伸出去看 第一个就先看到饭店 这个是好 也可能是我们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对饭店来说 第一个被注意 它就会有必须要肩负的重任 比如说外观的美丽清洁度 甚至它的一个洁净跟亮度 都是我们要注重的点 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努力当中的 那再来就是像信二路防空洞 这个在选前甚至最近 大家讲说飞机啦 卫星啊 还是飞弹啊 当中防空洞被询问度就非常高 基隆是一个防空洞的那个密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大家呢就想说 欸防空洞这么神秘 可以进去参观参访 甚至未来它可能有其他的规划 那其实都非常棒 大家就去住在饭店的时候 在基隆究竟都能走到 这个大约快十分钟的路程 那我们再讲在市区还有一个就是 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其实它就是以一个船员或是以一个货柜 怎么样运输到你的每天生活当中 跟你的生活的连结度来做介绍 甚至可以让小朋友去化身成为一个小小的海运人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再来就是像海科馆 它大概就是15分钟的路程 它让我们就是民众啊 它跟基隆这个海洋城市 它可能透过像鱼类或是船舶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介绍跟连结 这些相关的特展其实每一季都有更新 这个是我觉得最热门被询问的景点 大家都可以来基隆这边就是参访 基隆拥有独特的山海港景色和特色美食 悠久的400年人文历史风华 这些对于游客都可以开拓新的视野与体验享受 尤其在基隆港邮轮爆发年 将有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基隆 相信更多的主题套装行程或半日游 可以让游客有更多机会来认识基隆的魅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营养化碳终结者Noc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单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龙热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